好多耶 它一個包子很大耶 那好多 所以在跟你開玩笑耶 這樣子總共10個寫25人民幣 南方大包 買到了霸王茶几 這是尋香奶茶 尋香山茶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天氣這麼多 對啊 我們現在要往那個 這個方向是哪 蘇東坡的故居喔 移動 叫做蘇居 今天這個手搖船很多人耶 集賢亭耶 感覺我在哪裡有聽過這個詞 哇這個橋是有點可怕喔 它居然沒有那個扶手 在這裡感覺自己變成了詩人 以前的詩人是不是就在這種良品底下寫詩 每次講到楊柳我都會想到楊過跟小龍女 小龍女騙那個誰說她姓李 嚇死人 至於有很多部位 就有很多人 辭蘭 我真的想到楊過 妳 這次 裂 入 是 我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这很像那个古代房子的那个门 一个圆圈 哇 穿越时空了 鸟叫声 他们这边有好多人在画那个人像画 我的一阳千玺 把我一阳千玺的脸画歪了 差别的差别 这里比较舒服耶 这边树很多 比较不会被太阳晒到 这个再往前走不知道是哪里 你就边走边看 我感觉我们应该已经有走一半了 我说这个左侧的一半有吧 真的假的 我觉得我们走蛮远的啦 哦 这里有残叫声 表示夏天还没过去 就四分之一吧 我们才走四分之一 怎么这个外婆家到处都是啊 是连走的啊 哦 他是卖那个行邦菜的 到处都有小桥 我们刚刚应该是超近路 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刚刚那个游园车 他游园车就是绕比较外面 他就不会像我们这样贴着扶走 但其实看到的景色也不太一样 而且用走的话就可以边走边停边拍照 如果你搭那个游园车的话 他就是一站一站的嘛 不然就是走一整圈然后八十远这样 哇 这里超辽阔 哦 这个湖真的很大的 哎呦 那是什么金色的 水牛吗 我看他白露死了 我真的很怕掉下去呢 我都走这种没有边边的这种桥啊 我一定要走在比较中间的位置 这样我走在那个靠近水的地方 还是蛮可怕的 被害妄想真的 很怕人家把我推下去 而且啊 上次坐手遥传的时候师傅有说这个水是没有很深 可是呢因为它绿绿的都看不到底呢 内心就会有一种恐惧感 过来HIGH FIVE啊 蛤 懒头 走到功德方 什么功德呢 我们要一直往这个方向走 阿佑还在拍照 哇这个颜色很好看耶 现在这个时间应该是三四点 哇这个阳光正好 超级美 哇现在太阳越来越大 这里有一个塔 阿佑说是雷峰塔 如果那是我的目的地 那真的是够圆的 突然是有一点后悔刚刚没有坐这个油圆车 我后面有一束光 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 应该是跟油圆车同一条 这看起来很像健康步道的地板 如果这个公园有经验应该会更好 不是公园啦 西湖边 我觉得会更佳 所以我们走到一个很里面的地方 我们接下来往哪边走 岔路耶 有啦我看到雷峰塔的标志了 它写往右是雷峰塔 这里 哇这里的树很高喔 细细的 走里面应该算超捷径吧 我这样走到雷峰塔应该比较快喔 我自我安慰 一个西湖给你不同的感受 有湖边跟森林的感觉 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倒掉的餐馆 里面有人耶 好我讲错了 他应该没有倒掉 就不知道是不是有连到西湖 应该快到了 我觉得 我们刚走了大概15分钟 都还没有到雷峰塔 然后我问阿佑 是不是快到了 他一直跟我说快到了快到了 结果刚拿出导航一看 他说还要再走15分钟 我自己说的阿 他说还要再走1.4公里 超级远 我的小腿已经跟我说 不要再走了 要坐下来休息了 如果没有坐下来休息 我觉得我可能等一下都走不回家 剛剛就应该要搭那个油圆车 油圆车来了 哇我觉得搭油圆车的这些人真的很聪明耶 知道这个路很远 而且你走进去 还要再走出来 太累了 看看这个先生 还是给我吃肉包 刚刚买的那个南方大包 我也要来吃一个 我吃一个枣泥的吧 枣泥的叫做油包 来 而且坐在这个位置其实很不好 这个位置蚊子很多 而且我今天还穿短裤 这个2.5块 哇靠 满满的耶 等一下 他这里面包一个 荆棘干 所以他的油包不只是枣泥 他还包很多那个奇怪的东西 都是荆棘啊 满满的枣泥 还不错吃 他这里面还有 除了荆棘之外 还加这个好像是那个 水果软糖 就是砂糖类的东西 非常甜 不难吃啊 但是口感超怪的 稍做休息 等一下再往雷锋塔前进 这已经是我离雷锋塔最近的距离了 我觉得我的脚趾 应该是到不了这么远的地方了 太累了 啊 这里的水好轻哦 好多鱼哦 超漂亮的这里 鱼真的很喜欢在有流的地方 他们一定要这样跟着这个流这样 然后难怪这个西湖周边那么多足疗店 因为你今天来这里玩的一两天 你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你的脚一定超级酸 你不去做一个足疗 那你根本就没办法再继续玩下去了 太累了 他都不会动耶 好像夹个鸟 他的脚是绿的 我走到了 雷锋塔进出 终于 走了可能有一个小时哦 够累的 到了到了 这就是雷锋塔景区的入口 我很确定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观光巴士他就是放人在这里下车的 一走进来 有一个大水池 感觉是一个什么田园造景的感觉 他们这边的那种佛寺的墙壁都很喜欢用这个黄色的 昨天去那个灵影寺也是 这个雷锋塔到十月底之前都是开到晚上八点 所以呢我们现在大概四点半快五点 来也是差不多可以看那个夕阳 我们就准备入场咯 这边是买票的地方 真的走就好啊 刷卡成功 刷卡成功 好 进来了 雷锋塔 哇 我第一次看到 这么有名的雷锋塔 哇 这个很壮观耶 很高耶 诶 这个厉害了 你看到最后会想到哪里 布达佩斯的那个手机 还要给你收钱 这里咧 你们这一个也要上去 我连楼梯都不用爬 哈哈哈 后面很多耶 自己来跟雷锋塔造一张 雷锋塔 雷锋塔 累到口都取不清了 看这边 我真的觉得这个设计 非常非常人性化 他呢也不会说就是弄得 很突兀 他就在这个手扶梯旁边呢 又种了花 整个弄起来就蛮美的 很像那种迎宾大道这样 这里 你看 这都有人在照顾的呢 这样逛这个塔是方便很多的 不用像其他爬楼梯爬到要死 我要帮这个手扶梯点赞 实在是太人性化了 上来了 这里写一个正南门 应该可以从这边进去 旁边还有两条路 这边应该是他们的遗跡 就是古迹的感觉 还有还有电梯 可以搭 这应该就是雷锋塔原本的样子 所以他原本是长这样吧 那他现在就 全部都把它 算新建了吧 华化古迹的那种感觉 我的 脚底板在跟我抗厌 我真的走很远耶 可以帮我拍大一点 上来了上来了 哇 他这个真的很棒耶 那里有电梯 他也有楼梯 等一下可以搭电梯 超级高 从这里出去 啾一下就到四楼了 四楼又可以再上去耶 我就上去咯 他电梯整到四楼 四楼 电梯出来之后 旁边还有一个楼梯 可以往上 上面不知道是什么 因为啊又有点恐高 所以我就自己上来了 我这长太高 会撞到凉 哇 金币辉煌 哇 亮晶晶 好亮喔 超亮的 我来这个 外面看看 超级高 有一个落差 哇 哇 头有点晕耶 我们真的爬得很高耶 好喘喔 如果这个我从头到尾走楼梯 我可能就铁腿了 诶 这样我看得到西湖耶 我来去看一下 哇 好美喔 哇 我们刚走很远耶 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从那边这样一路走过来 超远的 这里好美喔 啊又没上来 我就只能自己自拍了 我也有点怕 哇 好凉喔 这里 超级美 超了过 可以叫我 你怎么上来了 超可怕 超美 我刚上来的时候头有点匀 我的 进来这个雷封塔 一张全票是40元 我觉得还是蛮值得的 因为 对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它那个顶楼的风景还蛮好看的 而且重点是 它有手扶梯又有电梯 其实你不会到非常累 然后60岁以上的 人 舒适证件的话 你的票就是半价 只要20元的油 好了回到一楼了 一楼就是会有这个 算目标吗 还蛮厉害的 我就想说它应该有一个故事 这一边的故事是什么 端午显行 应该是 那个白蛇传之类的东西吧 这里是什么 昏轮稻草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啰 再请大家帮我们 订阅留言按赞 拜拜 我们从 雷封塔出来 刚好遇到 雅运会的病务室 还有交通管制 没有公车可以搭 也打不到车 就只能靠你的双腿一直走 然后我们现在走在一个 很长很长的隧道里面 完全看不到前面 我已经走了蛮久了 你看这个隧道多长 好累哦 这五年是 我手机还没网络 没爆 我感觉我们好像在一个很像夜市的地方下车了 这里好多人哦 我刚其实已经很饿我想要赶快去吃饭 可是这里真的是太吸引人了吧 有好多好多的这种一摊一摊的 不知道他们是卖什么 还有这个游戏 我猜这里就是夜市了 对啊他写了武林夜市 误打误撞耶 好爽哦